臺灣邦交國之役的瓜地馬拉 十四號原本要舉行 新總統阿雷瓦諾的就職典禮 卻一度遭到國會保守派議員 阻撓宣誓一事 有數百名的阿雷瓦諾的支持者 因此上街示威 一度和警方是爆發了衝突 最後再過了當地十五號的凌晨 阿雷瓦諾才正式宣誓就職 原警們拿著透明盾牌 在民眾的攻擊下不斷地往後退 中美洲國家瓜地馬拉 原本當地十四號下午三點 要舉行新總統阿雷瓦諾的就職典禮 卻遭到國會保守派的議員阻撓宣誓一事 並且針對阿雷瓦諾領導的種子 運動黨新議員資格陷入激烈的辯論 導致國會推遲總統的就職典禮 而在場外的阿雷瓦諾支持者 迟迟沒有聽到就職典禮開始 就開始躁動爆發示威 還一度跟警方爆發衝突 瓜地馬拉是台灣的邦交國之一 去年八月改革派候選人阿雷瓦諾在總統大選第二輪中勝出之後 卻遭到檢察機關宣稱選舉無效查扣選票 司法部長波拉斯還指控阿雷瓦諾跟他的政黨涉嫌違規註冊 對種子運動黨進行調查 甚至還有同黨的議員候選人遭到襲擊死亡 宣誓就職的這一天 因為遭到保守派議員阻撓宣示 阿雷瓦諾跟智利 哥倫比亞等各個美洲國家的總統 都紛紛在社群平臺X上發文力挺 阿雷瓦諾當選並且任職總統的合法性 臺灣的外交部也發出聲明相挺 而瓜地馬拉國會一直到當地晚上六點 才恢復正常開會 並且在接近十五號零點時 才正式開始宣誓儀式 儀式在過了十五號的零點之後 才順利完成 外媒ABC新聞分析報導 儘管阿雷瓦諾上臺力求改變國家現狀 但他也面臨巨大的障礙 政治觀察家認為 他的反貪腐立場 對於國內更生蒂固的利益結構 形成了巨大威脅 未來還有許多改革課題要面對 但他最終能夠宣誓就職 代表著國際社會對他的支持 以及人民渴望民主 並且成功地捍衛了國家民主 公文新聞陳順鼻儀